這應該二三十年前了 那時候的價錢才會低嘛 二十年前七千塊 我是用茶說拿去給那個中盤商 你們要嗎 他們就買三十五萬 他們就抖旁邊這個穴穴起來喝 他說這茶是真的就買了 就買了 然後他們可以再賣別人 後來聽說一百多萬成交 五十四歲方敬為是本私心中擋泥板女神 不只超東靈 連收藏品也是仙氣飄飄 水塵呢 現在如果這樣小小的一塊這樣子而已 就已經五六千了 五六千 這是假的了 對 因為我去學香道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現在我們燒的是金子 對 這個是旗南 它旗南的味道就特別的香 那我又用那個仰子白玉的那個 鏤空的 然後來當成一個香包 而且旗南又是成香的一百倍啊 價位 所以你這個旗南的話大概 那時候買是多少錢 那時候買都這樣小小的啊 對 我沒有拿出來的有一個 它只是旗旗 綠旗南的旗旗都算客數 因為它在切有人買一整支嘛 一億嘛 然後切六段嘛 那下來的旗旗呢 乘客就幾萬塊 可是他如果這個人心臟不好 你放在水裡給他喝 他馬上就比較 真的假的 可以自己救自己 當時我就是因為要給媽媽嘛 所以我就很捨得買 可是我不知道現在都這麼貴 而且不見得有錢買得到 那你家其實就是個小包庫耶 有沒有用保險箱好好鎖住 全部鎖起來 不鎖起來不行 因為方建委家中還有價值百萬的普洱茶 我當時才買七千塊 這個比股票還好賺 二十年前七千塊 我其實不知道這些會漲 我比較早賣掉是因為買房子的時候 微款 所以你家還有好幾個 大概還有幾個這種 我沒有算幾個耶 但是我偶爾會撥起來喝 嗯 就是自己喝不會想要 朋友在我也給他們喝 我的朋友收了好幾桶 孩子到英國念書 他就一百一百多萬獎賣掉 就給孩子念書 然後最後兩桶他不願意賣 他說已經上到好幾百了 那時候才有收藏什麼古董啊 古董喔 也有花瓶啊 花瓶 碗 這是假的啊 還有石頭啊 還有石頭 石頭就是積雪石壽山石 所以你家是小故宮這樣 除了這個以外 我有房子啊 可以裝潢好租人家啊 我也擔心說接下來 我們年紀大可能會有一些疼痛 我就開始去找那個長照線 我現在都把它先準備好 我也怕我弟弟他們會負擔 以前打球的地方 他到一定的年紀他都會痛 半夜會腳抽筋 可能睡醒的時候手也會痛 自己有沒有一些健忘的 初期的那個徵兆或是什麼 以前藝人不是都會那個減肥嗎 什麼都不吃 那造成營養不良 可能腦都會缺乏營養 他的那個健忘症就會產生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都只有喝水嘛 就怕胖啊 喝水斷食大概喝多幾 7天 那我的確瘦10公斤 那時候好像瘦到56公斤 所以你以前有一度是66公斤的東西 71 就是那個甲狀腺素低下的時候 又遇到更年 他根本就是連呼吸都胖 總有一天需要 真的有人照顧吧 你總會不可能什麼都可以自己來 可能我就自己可能找看護或者 我到老人院都好 那我現在跑很多老人院嘛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就覺得很好玩 可以用幾句話來定義你現在的生活嗎 就是簡單嘛 然後平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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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